现在我们马上来连线 正在前方的东方卫视记者冷伟 你好冷伟 你好主持人 今天已经是进口博览会的第三天了 你在现场采访有些什么样的感受 请你为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那我们今天谈谈央企 从昨天起其实95家央企企业 组成了这个采购团 开启了这种集中的洽谈和采购的模式 其实到今天为止两天来一笔笔大单 不断地在国家会展中心签 我们也看到确实是企业的获得这种效果 也是远超预期的 而同时对于我们的其实交易团而言 他们的获得的收获 不仅仅只是买到的产品 同时还是更多的 应该还是仔细想来 还是会有更多深远的意义 对于买买买 其实我们目前也听到了这样的一种声音 就是说以前特别是在这种 高端的设备制造领域 我们总是会说 要把核心的这种技术 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那么如果花了钱 但是最终的核心的技术 还是被别人攥在手里 那么这个钱会不会白花 成效到底会有多大 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 那么就以这次的进口博览会而言 确实 其实这次进口博览会 是首届的由政府搭建的 这种买卖的平台 并且也出具了不少的这种 优惠的配套措施 那某种程度上 其实也是让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成本 大幅的降低 从而也释放了更多的红利 那么尤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企业更多的是买到的产品的同时 我们还买到了更多的服务 更多的于国际接轨的高标准的这样的服务和质量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企业远远根本不是说 我们可能是只是核心的技术 还是在别人的手上 我们其实还是最终 这个不是这样的道理 但与此同时 其实我们也知道 当下的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竞争力的产品之后 对于自己的竞争实力的提升 它本身也是一种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挑战的机会 某种程度也可以这样形容 其实说我们在买到这样产品的同时 包括对于我们的周边的这样的一些配套的产业 包括我们自己的产品的竞争力 其实也是在悄悄的提升的 当前我们的国家的国企改革 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或者深化的阶段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更需要是我们以开放的心态 用去更好的去看世界 同时也是要提升自己的这种世界级的竞争力 那经过博览会是可以说是推波助澜 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 同时也是给了我们企业 一次向大家展现的机会 正所谓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从而可以推动更高质量的发展 好的 这边情况现在这样 主持人 好的 谢谢伦伟的介绍